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长辈 他是非常有才艺的 这是在南子区 有一位年近80岁的商老先生 他在11岁的时候 因为买不起乐器 就随手摘了叶子拿来吹 不过也意外发现 这个叶子非常有弹性 竟然可以吹奏出一整首的曲子 而且一吹就超过了60年 厉害的吹奏功力 让人看了是嘖嘖称奇 一首响亮的青春凛 听起来清脆又动人 你没看错 吹奏的人手里并没有拿任何乐器 反倒是嘴巴上叼着一片叶子 原来刚才的歌曲都是用叶子吹的 双青蓉厉害的技法 让围观的民众嘖嘖称奇 对啊好强哦 因为这个是平常人没有办法学的 要吹出生意就很难了 何况是那个取掉 所以觉得很厉害 对啊 背很强 以前要选拼 要抠金 不可以买 如果要找也不可以找 就用手贴 简单的手贴 不然这是冰山 看过的冰山 现在这样贴 我就像我这样叩 要有听到 年近八十岁的双青蓉 从十一岁开始就会吹奏树叶 因为当时年纪小 买不起真的乐器 有天拿起叶子来尝试 没想到叶子的弹性 竟然让他成功的吹奏出一首歌曲 现在的他已经堪称是一位吹叶达人 他说 看着鞋了啦 我家人很少 也是有的家人 这要丹田的烂 丹田不够人 就没得到 丹田的烂 要专业 这一间奔出 这一间奔出而已 不可以 没收起来 一间奔出 一间奔出 专业 这枯极的手贴 专业 拥有街头艺人执照的伤青龙 尽管因为很会吹奏叶子 上片节目也参与过许多活动表演 但他依旧很谦虚 他说吹叶子其实需要技巧 还有运用丹田的力量 只要抓对诀窍 叶子演的是一项方便运用的乐器 港的线皇子天 潘志光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